我明天就送 我买苦的炸药 我炸地鞋去 我们一定要拿出一个 精密的 细致的 抢救方案 我来吧 刚思南呢 如果不是在那儿 那就是走了呗 别让我 谁让你把刚思南放走的 怎么了你啊 昨天小智跟刚思南聊天 发现他有抱负社会的倾向 就让小静看着他 小静没跟我说清楚 我以为他们管他 要医药费呢 我就说那就让他跑呗 没什么大不了的 结果他真的跑了 那你完了 今天咱们是要发生什么爆炸 就是你的责任呗 咱们呀 就做好咱们自己分内的事 好多事你担不起 也不像你想的那样 我觉得刚思南不会 他有孩子 对吧 他如果做了什么太出格的事 他孩子怎么办 他你担心吃别着呢 这个东西吃到你去吃点 那就让你让他吃点 主持人喝 你不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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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있었了 你跟他吃点 脑口 材费 你还是说呀 你真的要被他吃点 和您这金汤勺出生 呼风唤雨要啥得啥 怎么有的人这么多年 就不长进呢 这么半天你都进入不了主题 您想说什么 我觉得被您看上吧 实在是太不亲 你说人好端端来看牙来 非得被您这乌鸦嘴说中 没有种种 硬生生查出来 VIP 他妈 他就在上门 这么深 您可以去表宫去了 我现在怪怪的 我的身体这一半挺高兴的 这一半挺难受的 这冰火的感觉 霍医生 哪儿去 十八楼 这么去都不行 不然你也感动 我去哪儿 十八楼 我去哪儿 十八楼 谁 小智 一会儿准备你什么样的姿态 见你的VIP啊 好像开始呗 开始 走 有那么得意吗 不能笑 嘴角下挂 八点二十状 走上夜班的时候 你说你喜欢我笑对 你还还不好意思 他喜欢你笑没有 VIP不想你笑 你之前话好像你吃饭 你吃饭 不是 嘛 你吃饭 不吃饭 你们不能吃饭 成功你成功 其实内心不得了 如果真的成功了 以后少了好多死亡 你们的机会 这倒是实话 走吧 谁会的 是我 真的 那小虎姐 你说过医生 一会不会一直扶住孝了吧 很有可能 情况就是这样 真是没想到 你妈的三叉神经疼 完全是因为 那个肿瘤 压迫造成的 就是这样 这是你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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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来 来 去 去 马战笔直 小合唱 我刚去一趟十八楼啊 你说多少回来十八楼给我管 我确实正是任务 许记长太太三叉神经腾住在十八楼 领导派我去 孙副任可好 我还记得那时候她看见我的时候说 小伙 你少年得志英雄了得 我一会儿去问候一下先 她见谁都这么说 就像我们的问候语 说你好 谢谢 再见一样 这么跟你们说过吧 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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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提醒你们一下 十八楼以后你们就不要去了 这个无论是贵宾的妈妈 还是是局长夫人 我一个人都应付得过来 我这人天生喜欢挑中单 放心 没人跟你认 不过我们刚才去十八楼 我好像看见走廊尽头 有一个女孩在哭泣 有一个穿白搭褂的在旁边搂着她 安慰是吧 有照片伪证 给她看看 对对对 已经搂上了 你这步伐也太快了 再过两天就名罗收兵回高楼庄呢 发给我一个 不用让她们发 你直接上院内网 往下荡就行了 她们发在网上了 都有 都有 不然活是吧 这个如此处处可人的一个女子 让她妈得了肿瘤 管谁都得安慰一下 对 那你告诉她肿瘤是良性的吗 还没来得及 我老是 那个张明打电话来说张悠蕾 在街上看见钢丝男了 小祸 你能陪我去一趟吗 好 我去换点衣服 好 把人安全的带回来啊 在哪儿呢 刚刚就在这儿 然后我下车以后找不到了 往哪儿走了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车往这边走 她应该往那边走了吧 走 咱们去看看 来 老二 什么呢 老二 小雷刚才说看见她了 一转眼就找不着了 小雷呢 小雷刚才找那条街 我找那条街 就在这附近 对 就这附近 分头找吧 你们那边啊 走吧 好 对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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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